大家好,我是虞超 一段时间以来,我发现在我节目下边 慈悲止症的同修少了很多 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慈悲爆料 我也希望神韵演员能给我慈悲电邮 咱们大家都是大法弟子 所以都应该互相慈悲慈悲吧 那么我觉得就是我的节目出来以后 就我知道在法轮功群体中是引发了一定的反响 也有一些人给我发电邮来谈他自己的看法 有这么几类吧 一类就是觉得虞超说的这个东西动摇了我对师傅的证信 然后未来修炼的路该怎么走我就不知道了 有一类呢他就是对我持这个批驳的态度 有一类呢就是持这个完全不听不看的这个态度 那么我简单的回应一下 就是对这几种反映我的看法 首先呢就是说这种感觉到内心的这个信仰被动摇的这些人呢 我觉得你要问一问自己信仰的是什么 因为就自从这个1992年吧 师傅传出这个真善忍宇宙大法 我还有很多很多人都是 亲身的受益者 通过修炼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这个改变 心性呢也有了这个 非常明确显著的这种提升 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 这个 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尽量的持守这个真善忍吧 我觉得现在你呢就是 这个这个其实 不会动摇的那么大 因为其实在这个事情上 那个你怎么按照真善忍做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真善忍的第1个字就是真 我觉得你至少可以问一句 余超说的那些事情是不是真的 你不用承认我 你也不用那个说相信我 你只需要问一句说余超这件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就这一个问题 你就并没有太偏离真善忍 因为你还是想知道余超说的是真的还是 假的 那么 有的人呢就是我在第2个那个类中我会提到他就说余超这个东西说的只是片面的 只是这个歪曲事实 其实他这么说的时候呢 也没有太偏离这个这个这个真善忍 为什么呢 至少他还在用真作为一个标尺 来衡量我说的对不对 他的结论呢说的是 我说的是片面的 就说并不是全部 内容 然后呢说的是那个 那个 歪曲的 就说这个事本来不是这样 但是通过我的描述呢 给他 改头换面说成了他本来不是这样子 就是不管他说的对不对 至少他的这个衡量标准 还愿意按照这个 这个这个 针去做 那么像这两种呢我觉得都不算说太偏离那个那个那个 真善忍 至少不太偏离针 我是这么想的 那有的人呢就是说 这么简单的这个做法就放在眼前 他呢 我不知道他做没做 但是他感到动摇的非常的大 那么我觉得这个动摇 他 来自的就不是说你能不能 按照真善忍去做 因为按照真善忍做的那个 第一非常简单 第二就在眼前 你只需要问一声 余超说的是不是真的 这你就没有偏离真善忍的 是不是 那之所以你动摇那么大是因为你长久的就是 把对师傅的这个 这个 行为 无条件信任 放在对师傅的行为的这个这个上面 那么这个受到了动摇 就是从情感上我也是 完全就可以理解的 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 把自己这个修炼的那个 最根本的立足点不是放在真善忍上 而是放在师傅他 在这个世间的行为上面 这是不是符合这个修炼原则的呢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不是的 所以呢你现在感受到的这个 动摇特别大呀 其实他来自的并不是来自于 你 按照真善忍做了 而恰恰是来自于 长时间内呢 你没有按照真善忍做 但是你并不是很清楚这一点 你自己没有意识到 你认为就是我只要是 无条件的这个信师 信法 所谓信师信法 这个四个字说出来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你是信师傅在这个讲法中的话 还是说师傅在这个世间他自己做的事情呢 我个人觉得 自从93年开始修炼以来 早期的时候我们说信师信法 说的是师傅讲给我们这个法 我们要 相信这个师傅带给我们这个法 师傅也是在多次讲法中说要以法为师 那你现在这个动摇的 这么大是因为我们这个修炼群体长时间的 这个说只要师傅这个 做的决策就是对的 其实师傅在讲法中在 2014年还是2015年的讲法中曾经说过就是我的选择就是宇宙的选择 我的处理不管是什么都是对的 师傅是说过这样的话 所以呢就是说 你呢把那个就是说 整个修炼的根基的立足点要是立在师傅在这个世间的 各种行为上面啊 这个就是你现在被动摇了 因为我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很多人心里知道 很有很大可能就是事实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需要看一看此前你的立足点是不是站对了 我个人觉得此前立足点是 有偏差在导致了你现在的如此那个那个动摇 那么 首先我刚才分析了就是一些人觉得哎呀心里受到很大的动摇 可能有些慌乱啊或者有些觉得 情感上很难接受 这个我是理解的 那么针对 这种情况我说你需要 仔细的反省就是过去这么多年以来你真正修炼的立足点是立在哪儿 是不是立在真善人上面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 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呢有的人他讲的是说什么呢 说这个虞超 他这个是 带有恶意的 是攻击师傅的 所以呢他说的都不能听这就是从动机出发了 有的人说呢 就像张天亮 此前呢在他 可能最近的一次那个 直播里边 比较笼统的吧 回答了 有人提问说神韵的那个事情 然后呢 他说这个这些事啊霸凌的事哪都有 紧接着呢就开始谈论那个 约伯的故事和密勒日巴的故事 他的结论呢就是说这个人是理解不了神的 那个神给人施加的这些种种痛苦啊都是为了让人修炼能提高的 所以呢 那是真正的为了人好 所以你用 人 这么点那个有限的思维你是理解不了神的 他这个是 那个 他的说法 那么我在我的节目下面的留言中因为我的观众有的去问他了嘛 我的观众在提到他的回答时候呢我就做了这样的回答 就是张天亮的这个回答呀 其实和我刚才说的那个就不太一样了 刚才我说的 或者你问一下说余超 陈述的那些东西是事实吗 你就这一个问题我觉得就并没有偏离那个 真 或者你说余超 他的那个说的是骗面的或者 那个 歪曲的 就是你即便是你得出这个结论 你也是愿意用一个真作为一个标尺来衡量我说的东西 所以 你还承认 这个东西应该做标尺 而张天亮这个回答呢 第一 他没有针对 我所陈述的事实 加以应对 第二 他没有陈述他自己知道的事实 这两件事是不一样的 过一会我分析哪不一样 我重复一遍 第一 他没有针对我所陈述的事实 加以回答 第二 他没有陈述他所知道的事实 这两件事他没有做 那么 他用一句话说那个霸凌事哪都有 紧接着就开始谈他的见解了 所以我的这些陈述 是有陈述有事实的 而张天亮呢他谈的 没有事实有见解 或者事实非常少 而有见解 见解那是什么呢 就是 他就讲了约伯和 密勒日巴的这个故事来证明那些事情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 我觉得呢 他的这个说法 其实就是 没有以真善忍 为一个基本的标识 来去谈论这个事情 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 真善忍的一个基本标识 你谈什么事情 你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 把白的说成黑的 假如你还要以真善忍 去作为标识 我觉得首先一个问题 你要问 虞超的那些陈述 是不是事实 如果你不问这个问题 你就没有回应 这是我的观点啊 那么 针对我说出来的这个陈述呢 我觉得有这么几种回应 一种回应是 我知道的和虞超 说的不一样 第二个是我知道的和虞超 说的 一样 第三个是我不知道虞超说的那个事情存在不存在 我觉得基本就是三种可能 第一个呢就是我知道的和虞超知道的不一样 就比如说我说张三发生了什么什么事 张天亮可能说我这个李四 那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我们飞天老师都愿意把孩子往山上送 对不对 那就说明我们的那个选择就是和你的不一样 其实他这里边有些恒乎的那个东西 你飞天老师愿意把孩子往山上送你孩子愿不愿意去啊 你孩子愿不愿意经历啊 你并不是亲身经历者 所以他这里边 我个人觉得说的好听点是有点含糊 说的难听点其实是偷换了概念 那么 我们说就是说你可以说我知道的李四和你虞超知道的张三这个事不一样 当你这么说的时候 你仍然 没有应对我的那个陈述 假如我说了张三 有非常不好的经历 你说李四有好的经历 我对你说那个李四好的经历 你无法表态因为我不知道你那李四的经历 因此我也没法表态我只能说 我不知道 就像你如果不知道我说那个案例你也只能说不知道 所以呢你需要针对我说那个张三那个案例 加以 核查 就是 你知不知道张三有这种经历 就比如说你知不知道 2011年或者2012年具体时间我查一下 那个女孩那个女孩的名字我也可以 现在节目里不说 如果真的需要这种 这种清晰的交叉比对的话 我可以提出他的名字 咱们姑且管他叫张三吧 张三在那个2011年的时候是不是被公开羞辱过 说他看黄片这个事有还是没有15岁的女孩 或者另外一个人 一个男孩那个男孩的名字我也有 我在节目里也不说 有没有在同样的羞辱之下 去龙泉寺那个井里跳井自杀 这个事有还是没有 你不能说我说李四 我说这个人跳井自杀了 你说那个那个 自杀没有成功啊 大家不要太担心 但是你把一个孩子逼成 逼到就是说公开羞辱他说看黄片然后让他去 男孩 可能性子比较刚烈跳井自杀了 这个事该怎么看呢 你说我不知道那什么 我觉得李四步的挺好的 李四步的挺好的 那并不能证明刚才那个那个张三跳井那个事没有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你要是 基于这个事实 基于真善忍这个标准来回应的话 你首先就要谈论我一超说的是不是事实 当你回避这个的时候 当你身为法轮功非常主要的这种谈什么中华文明 中华历史的这种文化人在回避这个的时候 我想说你是有意回避的 因为你不是一般那些没读过书的人 你不是那些逻辑思考不清晰的人 你有意回避的最关键的部分 就是虞超说的是不是事实 而 回避了他 也就是意味着你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 其实 你不打算拿真善忍 作为一个标尺 来衡量这件事对还是不对了 至少你不打算拿真实这个标尺来衡量 这个事 对还是不对了 好 那么下面我们还可以再说 就是说 很多人的意见 包括张天亮本人 他就说这个环境 就是为了修炼人修炼的 所以这个环境的存在 就是有它的道理的 我是这么想的 就衡量一些人做一些事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是善还是恶 其实这个在人类社会 它是有一个 相对来说的客观标准的 如果你把一个就是 十几二十岁的孩子 不管用什么方式吧 使得他 跳井自杀 如果你把这个事说成好事 你把这个事说成是应该的 那我觉得 就是你的这个衡量标准是哪出了问题了 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你的这个整个道德 这个标准呢 我觉得都 有很大的问题了 我觉得 环境的 是好是坏 或者环境中的人做了好事 坏事 它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 你不能说 就是那个人他是修炼 他在修炼中 他的反应是修炼人的反应 因此我施加给他的 任何事情 那都是对的都是好的 这件事呢 你这么评论的其实和转法轮的那个教我们的法理是直接违背的 我记得师傅在转法轮里曾经 举过这么一个例子呀 就说有一个人上班去了 然后听见有两个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然后呢他想哎呀我是修炼人嘛 那我就按照修炼人要求来要求自己 不管他了 然后这时候呢他心里还是忍不住啊 扭头看 一看那个人的表情恶狠狠的他心里忍不住了火吞就上来了 师傅用这个例子呢 讲一个就是人修炼中要守住心性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非常生动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呢就是作为那个在其中修炼的那个人 他可能 有的时候心放的比较 彻底 我就不为之所动 有的时候呢心放的不是那么彻底 他回头看一看火上来了 就跟他们潮起来了 作为这个人呢他有心性的高下之分 但无论他的反应 是 心性比较高的反应还是心性比较低的反应 无论他是什么反应 那两个说的坏话的人 他们的行为都是在说坏话 并不因为这个人修炼的好了 那两个人说的就不是他的坏话 那两个人 那种行为就没有伤害他 这是不对的 假如你说这个人他的心性是特别高 因此 那个人 那个对他做的事情 就都是好的 其实这恰好和师傅在那个讲法中讲过那个救世力 破坏政法的那个 那个想法和行为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 大法弟子其实都应该知道这一点 所以呢就是说衡量你做的事情是对是错 衡量你这个人呐 他在这件事上是善是恶 这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 并不像张天亮所说的那样 这是一个修炼环境 所以对他们的种种这种摧折和阳酷的这个做法 都是对的 这样做 这样说 其实 既在这个 世间的这个道理上颠倒了黑白 也在修炼这个道理上完全的和师傅给我们讲的法 是违背的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呢就是说 一件事是好是坏呀 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 而这个客观标准呢 我个人觉得呀 是 你 这个修炼人的标准越高 他在这个世间所呈现出来的这个 好 越能说得通 而不是说我做了一件事 别人都说是坏事 然后我告诉他们 因为我们修的高 所以你们不懂得这个道理 因此呢 其实这个事是好事 然后是因为你们比我低 你们才觉得是坏事 我觉得就是 这种说法啊 可以说完全是电脑黑白了 那个 这种说法的来源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的来源就是来自师傅 大概在2014年2015年的那一次讲法 在那个讲法里边说呢 师傅说就是说 我的选择就是宇宙的选择 不管我怎么处理都是对的 其实到现在为止啊 我 并不能认同这一点 因为怎么叫选择呢 你在什么事上的选择呢 比如说吃 吃腌萝卜加香油 我加香油师傅不加香油 能说宇宙就选择了 以后吃腌萝卜都不加香油吗 或者师傅喜欢吃辣我不喜欢吃辣 那就宇宙选择了喜欢吃辣 所以 你到底在哪件事上的选择呀 这个是需要说清楚的 我个人觉得 这个猫啊 他 喜欢这个人的注意力 他很清楚知道 我在做一件重要的事 所以他专门往我这个 写的这个提纲上他 让我看不见提纲 只能看见他 这样吧 他就占据了我全部注意力了 是吧 李白 我给他起了个名叫李白 我养了两只猫 这个虎斑猫叫李白 白肚皮的猫的叫王维 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唐朝诗人 所以我们家 一个是李白一个是王维 都在就是 那个什么 陪我 所以我就是说呀 师傅讲说我的选择就是这个 宇宙的选择 我不管怎么做都是对的 其实我觉得这是有一个上下文在其中的 我觉得是在修炼的大的这个事情上 师傅的选择可能是这样 要平常那个就是这个 世间的一些世俗之间的事 我觉得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 我这个看法 现在很多大法的这些同修呢 他们等于把这个师傅这话 应用到自己身上了 应用到自己身上了 那个我怎么做都是对的 我对你好 是大法弟子对你好 我伤害你呢 那是为了让你提高 还是好的 就是自己不管怎么做都是对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群体 里面成千上万人都认为自己不管怎么做都是对的 其实这个群体对社会是有着严重危害的 而这恰恰就是法轮功群体现在的现状真实现状 他们由于不敢去伤害外边的人 所以他们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的 在山上的那个环境 去伤害那里边那些学生 所以就说 我就觉得你的一个想法如果是错了的话呀 它会有后果的 如果你说你修炼真善人 那咱们就把真善人的道理 拿出来说一说 那么刚才我说了 两点 第一点呢 你这个事是好是坏 它是有客观标准的 并不因为 那个 被你施加 他伤害的那个对象 他在修炼中 你对他做的事情就不是伤害了 你对他做的事情坏事就变好事了 别人在你背后说你坏话 因为你在修炼他说的话就变成好话了 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 这是其一 其二呢 这个是与非的标准 也不因为 你自称我高 你做的事就是对的 不是这样的 他是对就是对 是错就是错 是善就是善 是恶就是恶 并不因为你自称我高 我就可以逼着一个那个 十几二十岁的孩子 那个 跳井自杀 这个是那个说不通的 所以呢 实际上 我就想 请这个包括张天亮在内的 法轮功这些 有头有脸的 这些那个自媒体人 天天在那个 节目上 谈论是非对错 世界大事 什么中共 如何坏 法轮功如何好 所有的这些媒体人 包括我以前那个清华同学 秦鹏的等等 这些 包括一些做一些什么时事新闻 包括那个那个 做 做什么股票新闻 就 所有这些人 你们 对我的这个这个 陈述以及刚才我讲的道理 能不能拿出一个那个那个 明确的回答 你们之所以沉默至今 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些道理 实际上是难以拿到台面上来的 实际上是难以拿到台面上来的 那么 我就是 这些事曾经让我那个 很那个困惑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修了真善忍的人 修了20年30年的人 到了这个50岁的时候 竟然是 变成了完全颠倒黑白扭曲事实的这么一群人了 但是从内心深处来讲 其实我还是对包括张天亮在内的这一整批 这样的那个 在过去 10年 20年之中 以这个正义使者的面貌 出现在天地之间的这些人感到深深的这个遗憾和惋惜 因为我觉得 人生像我这样的人侥幸啊 活到51岁啊 其实我以前好多次都早在死了 说实在的 但是 我侥幸活到51岁 那既然如此 其实在天地之间 我觉得你在一些重大的这个事情上 你应该是 成为中流砥柱的 你不应该在像20岁的时候那样 没什么主意 像30岁那样 对某些名利特别迫切 你都50岁了 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人在50岁以前都已经死了 你现在活的这个岁数说实在的 对我余超来说 其实都是 可以说是借贷来的 我记得师傅也曾经讲过 就是说你那个 天定的岁数过去以后 你活的时间都是为了修炼存在的 我就觉得我50岁活得太长了 这个世界 我说实在的 是不是那么值得在这长久的待 我觉得也是值得打个问号的 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人生 其实 你要是 有一些胸襟的话吧 你应该觉得你现在活的这个 都是从上天借贷来的 你应该在一件又一件的事上 成为这种中流砥柱似的人物 但是我看看这些就是写了什么中华文明史的 这些法轮功大儒 他实际上在一些非常明确的这个是非对错上面 来 完全不按照这个真善忍的这个标识来谈问题 我姑且对你客气一些 我不说你在扭曲真相 实际上你扭曲真相了 你在你的那个直播里说 你说山上来去自由 这句话是假的 这句话不是事实 我可以拿出人证来 清楚的证明这不是事实 所有中国到山上的那些学生 护照包括绿卡全都被收走 那怎么能说是那个那个来去自由呢 这个 重要身份证量被收走 这就意味着那个人身受限的 这是其一 其二 对于那些未成年人来说 他们是非自主行为能力人 非自主行为能力人 他谈得到什么 自由 他所有的行为 都是 要由那个监护人负责的 实际上他上山的时候可能需要签一个 监护权转移的那个是山上边上的监护人 所以呢 他的行为他的处境是监护人完全负责的 比如他 就是未成年人犯罪的话 监护人是要承担相当相应的责任的 所以就是这个未成年人在处于被监护的状态时候 在这个被监护的状态情况下 被这个监护机构所伤害 你怎么能说他来去自由呢 就从基本的那个那个那个 就是这个 未成年人这个概念上你都说不通 他说他来去自由 你就瞪着眼 这么说 你以为你自己的那个那个 口舌偏挤一些 你的话就不会被质疑吗 还有我虞超在这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人活到50岁上下 变成了这样其实是非常可悲的 你所谓的那些那个那个 什么正义 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很替你遗憾 郭沫若当年写那个斯大林就是我爸爸 当时那个中国这还一片就觉得你看是多多钟啊多多多有觉悟啊或者多那什么 但是 过了几十年以后这不都成了笑话和令人恶心的那个那个 非常污秽的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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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文字了吗 你我就我就想问一问这个法轮功这些自称修炼真善忍的人 你们在就是神韵发生如此重大的这种 可以说是重大丑闻的这个情况下 一方面不敢这个这个公开应对 一方面如此含糊的就是说这些事的时候还在就是 罔顾这个这个基本的这个道德标准 然后用一些 言辞 来去那个那个那个 划过去更不要说在私下的这个场合对我虞超进行各种人身攻击和诽谤 还有人格侮辱 所以呢就是说 你们这个群体呀 现在已经被你们 亲自的给 给毁了可以说我都觉得是 所以呢我真的是为这个包括张天亮在内的这些人感到很惋惜 你在30岁40岁时候的文采风流 就因为你现在50岁上下的这些作法真的是付诸流水 真的是付诸流水 谁会记得你在30岁40岁写的那些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东周列国的我虞超记得其实你那还挺感动我的 我我我我记得但是你说整个人这个世界谁会记得你 但是人们都会记得你在这个事情上你颠倒黑白扭曲事实 不是这样吗 你知道多少人在看我的节目你知道多少神远演员在看我的节目 你知道神远演员看的看你的那些回答的时候对你的反应是什么吗 所以我觉得 我为你感到遗憾 这个事情啊 就一个事情他是能够说清楚的 不是被你上的皮碰下的皮 然后你就可以完全这么扭曲事实 不是这样的 那么好了我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就是说那个 清晰的这个分辨善恶 这是我节目的第一部分 那么我节目的这个第二部分呢 是这个 我采访的神远演员 发自内心多次说的一句话 就是 师傅是对我最好的人 我呢 愿意在我的节目中忠实的 去呈现我所采访的神远演员 他的人生经历 和对世界的看法 对人生的看法 我愿意忠实的呈现 我尽我的能力 假如我呈现的不够忠实 神远演员他们会跟我说 余超你哪说的不对不对 我会在下一次节目中 加以纠正 这个我都会这么做 因为其实我 我并不是要在节目中了 完全搜集师傅的黑材料 收集神运的黑材料不是 我是想求真 我想弄清到底真实的神运那发生了什么 我想真实的闹清楚师傅这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这个不仅是我的问题 这是 太多太多大法弟子 内心现在共同的问题 神运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愿意 求真 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我采访一个神运演员 这个神运演员呢 他跟我 谈到神运的时候 他说我必须离开 我不离开我会死在那 如果我不离开 我和我的孩子 都得叫他们吃了 这是我的 我听到的原话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在和神运演员打交道的时候 他们轻描淡写说的一句 话 有的时候能让我夜里长久的就是从梦中醒来 昨天晚上我又3点49分 我又醒了 就是会醒 因为你内心有深刻的不安 就听了这些事情以后 就像我 25年前 23年前做的那个就是 把中国弟子受迫害的情况往美国报的时候 经历的那些事情 就是 我听那些事情看那些事情都给我造成那个 精神创伤 现在几乎一样的事情在发生 但是我比以前 老成多了 我觉得是 那个 他的原话就是 如果我不离开神运 我和我的孩子 都会被他们吃了 这就跟上次我 采访另外的神运演员他跟我说他说 你是我们 这个 到现在为止 信任的唯一的一个成年人就是这种话都简直就让我 心里 一抽而且长久的松不下来但是我尽量的保持平静因为我还得继续采访 然后呢 这是他对神运那整个的那个 评数 他的那个评数那就是 所有的人都会欺负人 他是这么说的 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欺负他 他在那过得是非常非常痛苦 但是在这样一片的这个黑暗伤害和那个 就持续不断的这种折磨之中啊 他念念不忘就觉得师父对他特别好 师父对他非常好 然后他说每次我的困境都是师父给我解决的 他说我在山上待了这些年 从头到尾所有的困境啊 都是师父给我解决的 而且师父如果不给我解决 当时当地我就走投无路了 他是这么跟我讲的 那么下边我就 写取三个方面吧 来去呈现一下 其实他还有很多可说的 但是我的节目时间有限 我就谈三个方面 第1个方面 我就谈最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知道就是 这个 来到美国呀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就是身份 你的才华也好或者你的什么什么也好 都往后放一放 身份 你拿什么签证来的 你要想长期居留美国 你那个签证必须是合适的签证 而这个就难倒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 那么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呢 拿的是学生签证 然后呢 他呢就希望那个 能够尽快的在这个神韵这儿毕业成为老师 但是呢他在神韵这儿啊 那个 非常不受师母的这个喜欢 他是这么跟我讲的 他非常不受师母的喜欢 具体原因的过一会儿我再 说一说我的一些观点未必是对 但是呢 我提供一些我的观点 但是现在我就先说他告诉我的这么一个 对当时的事情的叙述 而师母一不喜欢他 所有的人呢 都看师母的眼色 给他那个那个就是 脸色看 在生活学习工作就各方面 因为你是人就是住在山上的嘛 让你处处都不舒服 他就感到非常的这个痛苦 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呢需要学习这个 这个 各种课程其中就包括张天亮的那个那个历史课 然后呢 他说啊 他认为 但是他这个认为被我那个 所质疑 因为我在谈话的时候并不是只听 对方如果说的我认为没有事实做依据我都会提出质疑 我说 请允许我这个challenge你 就是请允许我挑战你的这个说法 其中一个说法是什么呢 他认为师母啊 和这些教文化课的老师都说了 说不要让这个人过 这是他的说法 后来我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他提不出证据了 所以呢现在 我所呈现的是他跟我说的 而且是 被我challenge之后 他没能提出证据的 但毕竟 这是他的一个说法 他说呢 他认为师母和这些文化课的老师啊 都那个那个 说了 就说不要让他过 就是拖着他 让他始终在文化课上过不了 让他始终是 在一个学生的身份 在山上如果你是你学生身份 你会 几乎就是没有津贴 你会非常困难 然后呢 他说别的老师呢 不是那么逢迎师母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哎呀 就是弄一弄啊 就都让他过了 唯独呢 就是 这个张天亮的那个历史课 怎么着就是不让他过 然后每次跟他说呢 这也是他的说法啊 这也是他的单方面说法 我没来得去找张天亮去那个 去核实 我估计我现在在张天亮眼里也是邪恶者吧 那个不能给我市场 如果他是好的弟子的话 应该是听那个 灵魂网的那个说法 不过张天亮如果看到我这节目 你愿意回复 我非常乐意就是呈现你这一方的说法 然后呢就是这个 神演员呢他就说 比如说吧 我说他怎么不让你过呀 他说他这次跟我说你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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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 你要是那个 学 然后呢那个他都做到了以后 下回车张天亮又给他提出新的要求 他把那个做到了以后 下回车张天亮又给他提出新的要求 总之就是不让他过最终反正他也没有过 他呢就说那我就不上这个学了 因为他的脾气也比较 比较倔 我就讲完他说了几个事以后 我说我呀作为旁观者对他的一个 观感 那个 然后呢 这时候他就毕不了业他毕不了业他就没法在神运当老师 你知道吗 在这种情况下呢师傅就发话了 师傅说哎呀赶紧让他毕业吧别这么就是那个就是 反复的拖着他了 最后呢因为师傅发了话 他才能尽快的就是这个把这些 按你说应该走过的这些那个关卡呀 都给糊弄过去 然后他就毕业了他这个事就特别的 感激师傅 他说哎呦师傅太好了真是把我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他呢就觉得这个张天亮就是 一直是卡着他不让他过因为张天亮的太太嘛 他说那个和那个师母的关系特别好他为了 让他太太在师母那儿那个有那个一个那个 怎么说呢就是更加的 受到受宠吧咱们就直接了让他说吧受宠 所以呢 这个全是他的看法啊他认为这个 这个这个画递过来也是通过张天亮的太太递给张天亮的 这是他的说法 那个 我在他 这种说法的时候每次都问他质疑他我说你这么说有没有什么根据 他在我的采访 中都说我没有根据 我愿意忠实的 呈现 我的采访 我这个就好比一次现场采访只是那个被采访者 不在但是我说这些事也是得到他的允许的 实际上是 然后呢那个 他呢就是从学生变成了老师 这就给他解决了 这个极大的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非常感激师傅 而他变成老师以后 他这个签证还是学生签证 所以呢 他呢就是 急需呀 把这个 政治庇护给办下来 而山上呢有一个 专门的律师 这个律师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按他的说法是完全看师母脸色的 这个律师就 是一个外国人 一个洋人 这个律师就一直拖着他这个事不办 直到最后他的身份都失效了还不给他办 他说当时我就在这个 山上黑下来了 我说这个情况可太严重了 因为大家知道 你在美国如果失去身份黑下来的话 你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你各方面都会受到很大很大的限制 所以 这时候他就已经处于非常困难的情况了 而按他的说法呢 这是因为 那个那个律师看师母的脸色 故意就给他拖下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又去找师傅了 然后师傅发话了 这个事又给他解决了 哎呦当时我说那这个事可是 解决太大的一件事了 我说因为 那个身份的一个事嘛 是 你所有的人来到美国最关键的一件事 他说是啊 他说所以我就一直念这个师傅的好 那么还有一件事呢 他不是没有能从学生 参与的那些考试 然后变成老师吗 就直接等于师傅发话了 他就没有参加那些考试 等于是 不经过正常的那个在山上的上学的过程 他就当老师了 按他的说法 他的说法 他说他就觉得听那些人讲课都不能真正学到什么东西 他说我觉得 我不想坐在那个张特亮的课堂上 花那么长时间坐着听他讲课 他说我觉得他那些课 我一边扫地干家务我就可以听了 当然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说法带一些情绪的说法 带一些情绪的说法 然后呢 但是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 就是 所以呢 他说在山上上的课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这个人他其实脾气挺倔的 你知道吗 就那种 和我年轻的时候挺像的 实际上是 过一会儿我说我对他的观感 我对他的观感我当面也跟他说了 我在节目里边为了让我观众 更加清楚这个场景是什么 我愿意详细分析分析 就是在我眼里他是什么样子一个人 过一会儿我说 然后呢就是说 他不是没有参加那个学生 那些该上的课吗 所以呢就是山上的那个 神韵的管理 部门有一个人就追着他 要他 签一个就是说 退学申请 追着他签 他把那退学申请拿来一看呢 按他的说法 基本就是自己把自己骂一通 然后说我要退学 他说这些文字我不能签 我笑了笑 我说那我还挺高兴 我说我很希望 我很喜欢看到年轻人头脑清醒的 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很多我见到听到的很多年轻人 是被人欺负的 然后这些欺负 就长久的成为他们人生中的这个伤痛 不敢去看不敢去揭开的伤痛 而且这种东西会 在就是因为他 不去正视嘛 他就会在你 就好像一个 结了八十三化农一样 在你心里就化农了 这种化农是那种有毒的东西 会呈现在你和你的亲密关系中 所以这也是我做这个节目的原因之一 我就希望把这些东西拿到桌面上来谈一谈 曾经受伤的人呢 即便不能从那个伤害者那得到这个 什么道歉 那至少也能从这种就是说 有同理心的这些谈论这些事情上 让这些事情大白于天下 这就是很大的治愈 这是我做我的节目的原因之一 那么话说回来 就说这个 这个人呢 他呢就是那个说我不愿意签这个 什么退学申请 结果那个人就追着他签 追着他也签 他认为就是这种追着他 让他签这个令他难堪的这么一个退学申请 这件事也是师母让他做的 后来我听到这样的时候我就问了一句 我说师母是不是记住你啊 他沉默了一下 他说他觉得是 后来我说其实这个也是 是人之常情 我就跟他说 过一会我要谈一谈我作为旁听者 那个 在 听这段故事的时候对师母一些看法 然后呢那个 然后呢他就又去找师父去了 他实在是也若是走投无路 因为人家逼着他签这个 他就找师父去了 师父当时身边的人呢 是那个 小陈 小陈呢 这个名字我也知道 我还是不说全名吧 他的太太呢是 应该是黄盛顿DC的佛学会负责人之一吧 然后师父当场就命令小陈 给这个李渊打电话 因为李渊应该是山上学校的副校长 李渊就是我此前节目中被我这个 戏谑的称之为这个网络打手的那个人 他是 当年李正道从中国大陆挑选出来那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我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那个和他呢 那个联系我短暂的联系我因为那时候我要需要使用加密手段 就凭这么一点这个 这个战火之中的交情吧 我来到美国的那个和他 简单的联系上然后因为在2016年前后 我就神韵的一个 孩子受到霸凌的传闻去问他 他在电话里呢非常威慑的说你不要到学院中传啊 就那个事儿 然后让我看到了他的 实际的这个面目是什么 这个 我就插一段对李渊的这个 闪回的蒙太奇 现在接着蒙太奇闪回来 就说 小陈在师父的命令下马上拨通李渊的电话 师父在电话里当场呵斥李渊 说这个怎么搞的 怎么就是意思是追着这个人没完没了啊 那个那个不要让他签了 然后李渊唯唯 唯唯呀 这个是史记里边的这个话 唯唯否否 李渊立刻那什么 然后呢 那个 到这时候为止呢 那个这个 他被追着签那个什么 签那个 侮辱性的这个退学申请的事儿又被师父解决了 他又感到是特别感谢师父 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 就是 他在办身份的事儿刚才我说办身份的事儿那个律师拖着不给他办 然后呢他在这过程中又去找李渊 李渊知道师父呢是会护着他的 结果呢李渊当场拿出电话来给那个人拨 给那个人拨呢就拨通了以后在电话里跟他谈那个人当场拒绝 那个律师啊外国律师当场拒绝说他的情况不能办 所以李渊就跟他讲你看 他不给你办不是我不那什么 所以李渊就在这个事儿把自己给摘清除了 摘呀摘菜 把自己的责任给摘清除了 所以我认为李渊在山上是看师父和师母脸色的 当师父和师母两个人 所 讨厌和保护的对象恰好是同一个人的时候 李渊会让自己 就是摘清这个责任 但是很显然那个律师呢他选边站,选在师母那边了 这时候呢 但最后这个身份的事还是师父给他解决了 所以刚才我们谈到现在,谈到了第1个是身份的事 第2个是他上学,那些老师不让他过关,尤其是张天亮狠狠的卡他 最后这个事儿也过去了 然后最后师母追着他,要让他签那个一个侮辱性的退缺申请 他呢不签,这个事儿还是师父给他解决了 身份 工作 还有这个退缺申请这种羞辱 是师父 帮他解决了,然后那个 在他面前如果不是师父出马,就是 就是官样文章的这个李渊呢,也在师父的呵斥下 乖乖的就是放他走了,所以呢次次都是师父 保护他 实际上我从中也可以看出师父 他对什么人其实是有一定好感的 那个恰好他有好感的这些特色,我身上也有一些,所以也许师父也就 对我有好感,不过 我实在是太叛逆 师父会不会对我有好感,咱们以后再谈 我这节目中还会谈到这件事,师父会不会对我有好感 然后呢 他就 这么一件事 就是说他不但是在身份上在工作上 在这个 这个是学生还是老师的这个这个变迁上面 然后他就变成老师以后呢,他要教学生嘛 周围的人都挤兑他 都去那给他为难他 他甚至在琴房里教学生拉琴的时候都被人赶出来,不允许他使用琴房 他就跟我说 这个 我就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他说我本来是当老师的 我的琴房都被人家不让我用,那我还怎么教课,我不教不了课 就等于我在山上这个责任都没有完成嘛 实在没有办法,他又去找师父了 师父二话没说 说这么多琴房你挑吧,你挑一个 他就挑了一个自己的,因此他就又有了琴房了 然后他这事他又是特别感谢师父 就在琴房 这件事吧前后 我们要提到此前的节目中提到的那个熟悉的名字 苏靖 苏靖呢 这个人是来自台湾的 他呢就是非常投入的是在神韵早期 安前马后 甚至这个 财务管理这个特别核心的师父非常信任的人 而在 上一次 我们提到苏靖的时候呢 那个场景中师母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性 他对 苏靖说你要是 没有拿钱你千万别说自己拿了 而苏靖 带着哭腔喊说这个师父说我拿了我就拿了 那个哭腔的模拟呢大家可以看我前次的节目 在这次的节目呢我只是用陈述 而不是用哭腔的方式来表达 那么这次节目中我还是会要提到苏靖 苏靖就专门的就跟这个 神韵演员说 他说哎呀 他说你 你知道吗 师父有多赏识你啊 他就跟他说 师父什么时候都会帮你的他大意是这么说的 他 我记得清楚那句话就是师父是多赏识你啊 你都不知道 他就跟这个神韵演员说 神韵演员听了这个话 哎呦心里特别感动的不行 这时候呢按照他的说法 苏靖把全身都 都缩起来 胳膊也缩起来 全身肩膀 全都缩在一起 眉毛鼻子眼睛都缩到一块了 这是他几乎是原话 他就以这种 全都缩在一起的方式就说 哎呀师父把师母弄上山呢 就是为了怕人说闲话 说因为自己啊 和这些就是年轻的神韵演员在一起 女演员在一起 怕人说闲话 所以 专门把师母弄上山 他说可是我连一分钟都忍受不了他 连一分钟都忍受不了他 他说这话的时候 是胳膊肩膀 眼睛没有鼻子全缩在一起 这是我一分钟都 忍受不了他 这个就是神韵演员对我的这个 陈述 从这个陈述里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一点什么呢 就是师父对这个女演员啊 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不当的这种接触 我不知道事实上有没有 但就我现在调查 有说服力的这种说法 并不是很多 有的人曾经提及过 但是我个人觉得那种说法不是很有说服力 就是这些 跟我谈论 师父的这些女演员 没有一个人提到说 师父在这种男女上面 有什么那个 不当的这种行为和做法 这个还让我心里还是很安慰的 然后呢 那个他提到这个苏静 用这种方式来说 师父为了避免 被外人说出一些什么不恰当的话 所以把师母给弄上山 而师母呢 是让史太太一分钟都忍受不了 行了 那么这个 故事讲到这儿呢 他还跟我说了一些其他的细节 我就不愿意耽误他 大家太多时间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 就是说师父在生活上也关心的 因为神韵的那些人穿的都是绿色的那种风衣 他觉得不太好看 因为他是个女孩嘛 他比较重视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外表 那个衣服如果不太合身 他不愿意往身上套 在这种情况下呢 师母就对他不太满意 觉得你这个还不穿这个衣服吗 师父看到他不喜欢了 就专门给他拿了 一件衣服 合适他的衣服让他穿 这件事他也感到非常感动 同时他还提到说 师父有时候碰到说 他就会问他 说你那个最近生活的怎么样啊 他他就是非常有感触的说 他在山上谁管你呀 这是他说的 在山上谁管你那个那个活的怎么样啊 他说也就是师父见我面问我一句 所以呢这句话也给他 特别深深的这个安慰 所以呢 综合下来 师父从他的身份 从他的学业 从他能不能当老师 从他教当老师工作中有没有琴房 从他的那个 穿的衣服 甚至包括他的采买 山上要去采买 实际上你在山上一个大课车去 如果你被师母所不喜欢 你都可能搭不上那个大课车 你采买都是个问题 然而在师父的这种关怀之下 他还能够 上称顺利的就是 买到 那个那个 一些生活用品吧 这给他也特别感激师父 所以呢 他呢就是 提到师父的时候啊 都说 就说 师父是就我最好的人 他说那些坏人都是那些 下边那些普通的那些那个他说是那个 就是乌合之众 那个他说是臃众 这个词也让我比较那什么 因为臃众是来自汉纳阿伦特的一个概念 我说他能学出臃众 这个 我说出臃众这个词我觉得还是 这个心里就觉得还挺刮目相看的 你知道吗 然后呢 那个 他说呢 我说那是不是像刘伟呀 李维娜呀 这是总于这个神运中层管理 刘伟就是师父身边的人了 李维娜呢也是重要的那个神运管理 这些人他说不是他说实际上真正坏的那些人哪 就是刘伟和李维娜以下的那些 和他日常接触的那些人 天天欺负他天天让他那什么 后来他说最后他说我总不能所有的大事小事都去找师父啊 我在那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就只能离开神运了 那么 他跟我说的话就是我再不离开那儿 我和孩子都得叫他们吃了 就这样的话 这使得我想起 红楼梦那个戎宁二府 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一样 而贾母是非常慈祥的 贾政也是非常慈祥的 但是那个金串呢 却在王夫人那块跳了井了 这个 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 我觉得这个姑娘啊 我采访的姑娘她需要熟读《红楼梦》 我从12岁开始读《红楼梦》 做了监狱以后 《红楼梦》对我来说就 太初级的教材了 因为我觉得《红楼梦》就是一个大监狱 也说实在了 当然这个对于《红楼梦》的探讨 我们可以以后再专做一期节目 我这不能因为自己这个多动症 把那个话题又给扯开了 她还告诉我呢 就是 只要是听到别人说师父不好 她心里都很难受 后来我就说 哎呀 那你看我那个 这几期节目 你是什么感受啊 她说我觉得说的挺好的 我很惊讶 我说 我这几期节目 简直是 急这个 不服从之能事了啊 你怎么会觉得我 我这个节目很好呢 她说那个 我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 师傅啊 就是说 他认为 他认为师傅会喜欢我 后来我特别惊讶 我说你为什么会认为 因为师傅喜欢我呢 会 他说因为师傅喜欢一个人 不在这个人和他 接近不接近 而在那个 他赏识不赏识这个人 他说我觉得你身上很多东西 是师傅会赏识 我真的非常惊讶 可以说是 他呢是作为一个就是 始终仰望师傅 而且心里念师傅好的这个人呢 然后身体力行的 站在他所理解的师傅的那种 立场和角度上面 他想象师傅对我的态度 后来他说这个其实也让我挺感动的 挺安慰的 其实我想象的师傅 如果是能这样就再好不过了 就是说 比如像我余昭 如此的刺头 然后师傅能够那个那个就是包容吧 或者赏识吧 那其实这是真正能够降服我的 你知道吗 但是呢这是他的想法 我就觉得就是把他的想法全都是 立体的呈现出来 就能够呈现出一个人真正的 对于神韵 对山上啊 还有对师傅啊 那个看法 所以呢我基本上把他说师傅好的那个 全都是忠实的呈现了 我认为是 然后呢他认为坏 甚至刘伟和李维娜都不是很坏 他说刘伟有的时候还可以和你说一些 就是 交心的话 真正伤害你的都是底层的这些人 这是他对山上那个整个的一个 Hierarchy 权力架构的这么一个描述 那么说完他的这个描述之后呢 我就想谈谈我的这个 观察了 我的观察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的反应是非常直接的 谁对我好 我就觉得谁好 谁伤害我 谁挤对我 我呢 就觉得谁坏 而他平常的这个层级呀 就是神韵那些被管理的 我称之为犯人层级的 那如果你是作为犯人 成天跟你冲突的不可能是警察呀 对不对 就像我在 我在监狱里成天跟我 那个冲突的就是犯人 警察有的时候还说余超你今天该那个可以领真了你去缝纫一下 没准给我行个方便 所以警察呢基本上是那个 李维娜和刘伟那级别的 而师傅呢就是监狱长级别的 我觉得 所以就说在监狱里边 如果你认为监狱就是一个整个的全部世界的话呢 那我认为监狱长就是你 真正仰望的人 就像那个 有一部片子叫做肖申克的救赎嘛 肖申克的救赎里面那个监狱长那个姿态 基本就是那个一个世间的神 那么他发给那个肖申克的那个那个那个谁那个那个那个 Andy 还叫什么就是那个男主角 就给他一本圣经 就是以神的方式给你神的话语 这里边是特别有深意的 你知道吗 而这个这个男主角他有反向精神 最后他那把锤子 那个能 敲开石头那个把锤子 是把圣经神的话语 抛成了那个 就是那个 获得自由的工具的一个缺口 圣经的缺口 就是 获得自由的工具 这个也是有隐喻意义的 就是神的话语的缺失之处 就是我通向自由的那个工具 其实那个片子里边有非常强烈的反建制 甚至是反宗教 有反抗那个 基于这个犹太基督一神教的这个 整个建制的那个 隐喻在里面 但是无论如何呢那个肖申克的救赎里面 那个监狱长戴个眼镜的那个人 他就是以神的姿态 给你神的话语 他就是倒成肉身了 你知道吗 那个我是Alpha 我是Omega 我是开始 我是中了 是这么一个状态 而这位 这个神演员 在他的眼里恰恰就是忠实反映了 这个体制 希望你 产生的 这种善恶观 你知道吗 体制之 威力 在于塑造你的善恶观 大家要明白 体制之威力 在于塑造你的善恶观 像我们这位 女演员 他的善恶观就是师父是最好的 师母是那种 需要就是苏静 整个人都缩起来说我一分钟都忍受不了他 师母是 简直就是 恶的那个 极致了所有的人都在看那个师母的脸色 就好像是那个阴影下的乌鸦一样覆盖了他整个的什么西区克克那个电影鸟 乌鸦就能把人捉死 师母是那个黑色的阴影而铺天盖地的乌鸦就来了 然后你就不知道被捉出多少伤口 当然这是我的那什么 我的感受了 未必师母是那样 但是他的这个整个描述的场景是这样 然后 最可恶的就是这些啄的那些乌鸦 但是体制所塑造的这个善恶观 到底是不是对呢 那么干脆我就先拿 他说的这个 恶人的这个 首领 这个师母来说吧 其实听他的这个叙述啊 我倒 对师母有更多的这种 同理心 你知道吗 就师母的这个形象就更加立体 也更加就是不是那么脸谱化了 你知道吗 其实师母是从某种鸟就讲是一个很 普通的一个女性 我觉得是 就是容易嫉妒 的确是 作为师母嘛看到有那么多那个年轻的那个 青春的那个 女演员 那他当然心里就会不痛快了 即便不是和师父接近 那出于女性对女性的妒忌心 也会 这么不痛快 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理解的 那么他也提到过就是他刚来的时候他不认识师母 师母主动向他表达那个亲近之意 而他当时正好心情不好 就就就就就就比较冷带 然后 而且这种冷带不止一次 师母就对他就 不太满意了 所以这个人呢 他实际上和我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时候是很像的 我是一个什么人呢 就是我比较求真 但是我对外部世界对别人怎么想的呀 我老好像隔着一层 我老好像闹不懂 就别人都懂的事 我就是不懂 你知道吗 就从小到大好长时间是这样 实际上我有一点那个亚斯伯格的那个 症状 我后来发现 亚斯伯格的 亚斯伯格的症状就是你不太懂 别人到底怎么回事 他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他作为一个女性就是这样 然后呢 但是他有些事情呢 就能一语中递 这个和我也比较像 就是这种亚斯伯格这种倾向的人呢 他经常是就是说 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自己 持守的很清楚的 比如他就比较真 他比较真 也比较 比较按北方话说有点愣 你知道吗 就是愣一般是形成男性的 但是我觉得说在他身上就是 如果他是男的的话 我就会说他挺愣的 你知道吗 但是这种人他未必会伤害你 你知道吗 这种人经常他不会伤害你 他就是他有点愣 他就认那个理 其他的理他也不懂 我年轻 我差不多到40岁 就快出狱的时候 我就长久的处于这种状态 那我何以变成了今天这副样子呢 就说 我今天是 经常是让别人感到 虞超是唯一能听我的话的人 虞超是唯一能听懂我的话的人 好多人跟我说这个 其实他和我走过的这种非常艰难的监狱生涯呀 还有这种极其尖锐的这种 包括肉体在内的冲突 还有心灵在内的互相伤害 互相看对方的弱点狠狠的给对方下杀杀手 我看你怎么难受我就怎么来 监狱里这种冲突 经过以后我就对人其实 了解比我二三十岁的时候深刻的多了 而 在我二三十岁的时候我认为呢 就是你要是想去 关切别人什么想法 好像是某种意义上的 你得 深段浮下来 你才能带着笑脸 我要去听你说什么 好好好 这一套我才能和别人搞好关系 对于当时二十岁的我三十岁的我来说 要了解别人的确我得趴下深段 浮下深段 可是当时我内心呢 我不愿意浮下深段 因为我脾气比较硬 我也比较内心比较傲慢 所以在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 我认为和别人接近 或者理解别人或者聆听别人 需要满面堆笑的去搞一些关系 去说一些小话 今天怎么样 你这个手表真高级 你皮带哪买的呀什么的 还真衬得起 能把你衬托起来 说一些这些话 而这些话都是我不愿意说的 因此呢 我呢 就没有能和别人搞好关系 而别人就觉得大家都这么相处 怎么偏你虞超不给我面子 那肯定你是那个 就是对我不满意 或者你看看低我 其实我并不是看低的 仅仅是我不会这个 你知道吗 所以双方都有误解 而这个误解会迅速的升级成冲突 尤其是在 这种场景中 是有强弱和权力对比之分的时候 比如在监狱里包夹 他就被警察要求欺压法轮功 这种 人和人之间互相不理解 造成的冲突 在有这种权力落差的时候 他会迅速的利用权力落差整你 而这会迅速刺激我内心的猛兽的这东西 我会 毫不留情的抱着抱起你来就滚这个悬崖 你知道吗 后来在监狱里这种反复的这种刺激之后 大家都怕我了 你知道吗 很多人怕我 他们的原话是这样的 你他妈傻逼呀 惹鱼超干嘛 你知道吗 这就是原话 并不是因为 并不是因为我 比他们怎么厉害 而且我并不太想活实际上是 而他们还想在监狱里活得舒服一点 所以实际上我就是靠着对生命的那种 这种 毫无畏惧的这种 不是毫无畏惧 也有畏惧吧 就是比他们少得多 他们还在乎活得不舒服 我就在乎我能不能让你不舒服 这是我和他们之间的 一大差别 所以最后双方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也没有能够那个就是 变成一个像现在这样的 你什么都不做我坐在这我听懂你的话 就对你是很大的安慰了 那时候我并不是这样 然后呢那个 所以在我现在的51岁的我看来当时那些冲突好多都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 我要接近他 我并不需要夸奖他的皮带或夸奖他的发型 或夸奖他哎呦你真年轻这些小话什么的都不需要说 只需要他 叹一口气我已经明白 他说的是什么 我事实的就是指出现实是什么 他就觉得余超太理解我了他自然就可以和我接近了 但是当时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 冲突就变得非常激烈 而这个非常类似的冲突 就是发生在师母 和 神院演员之间 你知道吗 最后因为师母是在那块 就是一人之下外人之上的这种人 在那个山上的 这个权力架构是师父是最高的 然后师父周围的家人呢 包括师父的那些那个 事实上的侄子 还有是师父的女儿就等等这些人 被他们称为皇族和太子 这个不是我编的这是他们就是他们这么称呼的 烧带调侃 但是也是事实 而师母基本是替师父 这是干种种这个这个 脏活的要我说是 所以呢师母去 整什么什么人哪什么的这个 那个 都是师母出面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师父可能是 特别的就恰好看这个 神演员他比较顺眼 所以每次都能 就只要这个神演员开口 师父都二话不说就帮他一把 但是因为他需要师母 去替他做所有的这些 就是这个 监狱管理工作 那么 他就不能过多的去 打扰师母的这种管理 所以呢 只仅仅是在这个 这个 演员提出要求的时候 他才 帮助 师父才帮助 这就是好比是 一个司法机构是告诉 才处理 告诉才处理 而你一天下来 和别人接触可能一百多件事 你能找师父一百多次吗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在我看来这个人 他所受到的这种种种的这种挤压呀 其实最根本的 他是来自什么呢 还不是来自他 他的这种性格上的这种 就是不成熟 而是来自山上那个 整个的权力架构本身就是对人压制 和扭曲还有折磨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来自这个权力架构的存在 在这个权力架构之下 他和师母之间的双方不对付 迅速的升级 对他 这种 持续不断的这种折磨 使他说我如果不离开那儿 我和孩子都得被他们吃了 就到这种程度 所以呢实际上是 这个权力呀 是会 极大的非常快速的恶化整个环境的 实际上是 所以有一个 比较好的体制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倒是比较理解 师母了 师母呢 实际上是一个有种种 这个 缺陷的一个 普通人 但是在这样一个师父有意营造的这种 高压的 独断的这种 专制的这种权力架构之下 他的那个东西 在这种权力体制之下就变得非常的伤害人了 那么 苏靖说 全身缩起来 就说师母我简直忍受不了他一分钟 这个能不能说明师母就是个坏人呢 我愿意为师母说一句公道话 这个不能说明师母是一个坏人 因为 我虞超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你要打听打听和我打过交道的人 有多少人何止是把全身都缩起来呀 我觉得那个监狱里边被我伤害的那些犯人 他可能高丸都得缩起来 实际上 他们的话是虞超这孙子真他妈草蛋 你知道吗 因为虽然他们是包家 他们特别渴望的那个就整个精神都 寄予比如说我要 在那洗一次澡 但是我看他欺负了另外的法轮功学员 我就让你这次澡洗不成 一次澡洗不成 对他们精神上都是一种摧毁 你知道吗 对他们的精神上都是一种摧毁 那个 还有的那个包家 专门欺负法轮功 但是那个警察呢 要 通过种种特别残酷的方式 去从心理上羞辱你 然后呢 在那时候允许 家手接电 家手接电就是 允许你的妻子和你来过一天性生活 在过一天性生活的时候呢 他的妻子就会带这个避孕工具来 然后在警察为了羞辱这个被他们管理的这个犯人 就是我越用你 我越要摧折你 然后把你摧折的叔叔就是 服服帖帖的 我才能用你 我为什么对这特别敏感呢 就对这种事特别敏感 师父对苏靖就是这么干的 你知道吗 使劲催着你 我才能用你 所以当那个 他的妻子拿着那个避孕套进来的时候 这个警察就拿起这个避孕套故意的对着这个阳光看 实际上这对他的妻子也是一种侮辱 然后他呢 因为在监狱里长久的禁欲的生活 他又不得不忍受这种侮辱 才能和他妻子过上这个性生活 而他欺负了 我的同兄 而我则做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会声会色的 把警察怎么拿着避孕套 来修他妻子的事 和一个又一个的犯人讲 我干这个事我并不为此而骄傲 我并不为此而骄傲 但是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干 我要从他的自尊心上面 从他的整个精神上面 把你踩在脚跟下像蝼蚁一样撵在沙子里 我就会这么干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伤害 我伤害人的时候是非常狠的 你知道吗 所以呢就是说 我再说一遍 我并不为我所做的这些事感到自豪 但是我可以公开的和我的儿子 或是和全世界谈这个事 因为 我不知道别人在那个监狱里面能不能做的比我好 你也许可以不干这个事 但是你就会 看着你的同修受欺负 你就会被人欺负的更厉害 你在其他地方 更加耻辱 到底熟对熟错 那只有宇宙的主宰才能做出一个 做出一个判断 但是我虞超 还会干这种事 如果我还有机会的话 我还会干更恶心 更残酷的事 人就是这样 残忍就在皮肤下边 浅浅的恶毒就在皮肤下边 如果谁说自己不是 我觉得你可能太虚伪了一点 说到这儿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说 从本质上来讲 苏靖这样全缩起来 说我忍受不了师母一分钟 并不能说明师母是个坏人 你知道吗 而是当这个人的恶 在那样的 环境下呈现出来的时候 所有被他这种恶所伤害的人 都会 都会这样 我虞超的恶发出来的时候 别人也会这样 他们 都不是被心理 都不是身体伤害 就是心理长久的 那个什么 那个伤害你 你想起我的时候 你的表情都会变得 就是你笑都会变得 酸楚 就是这样 那么我就要问一句 这种 权力架构 神韵的那种 非常类似监狱的权力架构 是谁建立起来的呢 我认为是师父建立起来的 我认为师父应该对这个负全部责任 所以在我眼里 师母并不是一个 多么坏的人 但是师母身上呢 有恶的因素 而这个恶的因素 在那个 场景中 在那个权力结构中 被非常大的 应用到了别人身上 而这种应用 绝对不能 因为说 为了让你修炼的 这么做就是好的 那我到处去传 那个警察 对着阳光看 那个犯人妻子的避孕套 这是好事吗 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我就想 跟那个法轮功里所有这些 就是自称什么 真善忍 什么什么 中华文明 就这些人说说 我要谈问题 就谈得 这么透彻 这么那什么 你愿不愿意和我在这个级别中 好好的看一看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你有没有这样的 求真的这种 敞开的真诚 你知道你有没有 然后呢 这就是我对刚才那位神演员的那个 评数 我的评数未必对 我也忠诚的呈现了他的评数 所以我想和所有神演员来 发出这个邀请 你尽可以到我的节目上来 或者你来找我告诉我 你觉得神秘哪里好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的 忠诚的呈现你告诉我的 但是我也会 忠诚的 说出我的看法 我不会说因为我占据了这个 我就把你给扭曲一下 也不说你说了什么 就是拿一堆那个那个大帽子 往你脑袋上扣 像神医吗 明慧网那干的那事 我不会这么做 你知道吗 实际上我还想提一个问题 假如观音菩萨 或者假如耶稣基督 在这种伤害场景中 或者说在我刚才说那个监狱场景中 他会不会 就是 受到这种折磨呢 我的答案基本是不会的 为什么呢 就以我51岁的虞超来说 假如我再回到27岁 再去和那些警察 犯人打交道的时候 我一定不会发生那么多冲突 不是因为我怕他们 而是因为我的现实对人心有了更加透彻的理解 我经常想 假如我虞超带着现在的心智 回到15岁我的身体里面 我会帮助我爸我妈都走出他们的困境 你知道吗 其实我很希望就是再活一次 我再活一次我的目的不是因为要享受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真的就是太 太艰苦了 不是一个享受的地方 但是我愿意说再活一次 带着我的心智 帮助我爸我妈 解脱出他们卡在其中的那个心结 因为这个人的可能性 人的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 其实没有必要用整整一生的这个 岁月 卡在那个其实 三言两语四五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这个事情上 我愿意就是带着我的心智回到那时候的我 再 扮演一次儿子 帮助他们把这个东西解开 如果能有这个机会 那就太好了你知道吗 同样的我就说如果我以51岁的年龄回到27岁的我 我不会和警察和犯人发生那么多冲突 相反的 其中很多人会非常喜欢我非常信任我 真的是这样 包括我发生非常多冲突的人 那么我再说的 比我高的多的多的耶稣基督或者是观音菩萨 来到那个监狱的这个环境 甚至来到布拉图的环境 他会 像那个索尔尼琴那样受到那样的伤害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不会 你知道吗 他会 把他所遇上的所有的人 都给尽可能的就是这个化解开拯救了 我是这么想的 那么所以就说 在那个再难再恶的环境中 真正的那个就是 觉悟的人 他是能让那变好的 那么我要再次提出 刚才我曾经提出的问题 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这能够做的 比较好 你就说那些狱卒干的那些事情都是 好的事呢 很显然是no 很显然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张天亮的那个说法是不对的 说这是一个修炼的环境 所以这些环境都是对的 不是 即便是 那里边能够出来耶稣基督那样的人 你们做的恶事还是恶事 所以呢今天我的这个节目的 两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是清晰的分辨善恶 第二个题目它是 师傅是对我 最好的人 那么今天我的节目先做到这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 神医院演员的那个 请和我联系 还有呢就是 我希望大家呢就是 注意到我的节目下边有捐款链接 能给我捐一些款 因为现在我的那个 这个计算机呀 还有这个各种设备呀 都是以前用的设备 我现在用的计算机还是2012年的这个计算机 我希望大家能够 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吧 给我一些那个 更新设备的这个钱 然后呢那个 多给一点也行 因为我呢做这些节目也都非常辛苦 也需要就是 安慰安慰我自己 谢谢各位 那我们下次再见